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总决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太阳雄鹿激战正寒,这边开拓者也是没闲着 先知在6月28日,球队确认了比鲁普斯作为家具的主教练带队征战新赛季 又从奇才挖来了他们的主教练布鲁克斯当助理教练 目的很明显,无非就是想重组球队制服组来留住雷拉德 而根据美国铭记爆料,雷拉德对于比鲁普斯成为球队主帅还是很满意的 虽然外界一直有谣言称,雷拉德将离开开拓者 但是雷拉德本人并没有提出过交易 加上开拓者这一波操作,情人流水,让大家开始冷静了下来 认为雷拉德并不会离开开拓者,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时间回到一个多月前,比试的开拓者再一次倒在了旧赛首轮 球队当家球星雷拉德也是难掩盛望之情 这已经是他不知道多少次草草结售的赛季了 加盟开拓者的九个赛季只有一次杀入到了西学赛场 这样的成绩显然不能让雷拉德满意 而不同于七六人和快船的怒气不争 球迷们对于雷拉德和开拓者更多的还是心疼 这里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开拓者能够充当雷拉德帮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也是在被淘汰之后,雷拉德发布设媒暗示自己的无奈之情 也是在这时候,关于雷拉德想要留队的留言越来越多了 对此,雷拉德本人也没有粗诸正面回应,更加让人多了一些猜想 此后,开拓者这边就开启了主教练的物色工作 最终,他们选择了比鲁普斯作为球队主帅 目的就是让雷拉德在巅峰期内得到争夺冠军的机会 在西部季后赛走为公园 比鲁普斯在自己上任的发布会上更是毫不掩饰对于雷拉德赞美之心 称自己很早就欣赏雷拉德的打法 一直都是雷拉德的球迷 而对于新教练的大肆褒奖,雷拉德确实没有做出回应 这让球阁觉得有些微妙 按理说,新教练的上任不是件小事 如果雷拉德对比鲁普斯真的有很多媒体说那么满意 那么面对自己心仪的教练,即使是客道化也应该有所回应才对 但是,雷拉德确实没有和比鲁普斯有什么互动 而此后,对于比鲁普斯因为个人曾经的错误深陷舆线窝时 雷拉德也没有站出来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 可以说,对这个新教练的到来 雷拉德全程都没有表现出热情的态度 只是简单地回应了种种媒体的问题而已 不过,就在最近 雷拉德在代表国家队出征奥运期间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终于是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 当被提及是否提出交易申请时 雷拉德表示 外界所有关于他想被交易的留言 都是媒体强行扣在他头上的 如果自己有任何想法 会直接说出来,而不是藏着掖着 除此之外 雷拉德表示他已经做好和比鲁普斯合作的准备 并且他十分尊敬比鲁普斯 二人的关系也颇为亲密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 雷拉德的下一站还是布特兰 不过,雷拉德还是没有明确表示 自己一定会许约 所以,球哥认为 要想留住雷拉德 开拓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除了换教练以外 球哥认为他们还需要升级自己的阵容 毕竟只有优秀的阵容 才有争夺冠军的资本 开拓者的管理层也是这样在做的 报道称 开拓者正在酝酿球队的下一步 交易将是在所难免的 据黎晨Hopes创始人Rose推特爆料 开拓者已经就交易 引进骑士后卫科林·塞克斯顿 进行过内部讨论 塞克斯顿和许人也 塞克斯顿是2018年首轮第八顺位被选中的 选秀时真的是被当作未来核心培养的 驻联盟他就因为穿了欧文曾经穿过的骑士二号球衣 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打法简单粗暴 在本赛季曾连续两场打爆 篮网四巨头 个人能力非常出色的一名后卫 颇具大将之风 本赛季 塞克斯顿场均得到24.3分 3.1个篮板 4.4助攻 投篮命中率47.25% 三分球命中率37.21% 但是由于和队内另一名新秀 加兰的位置太过重合 骑士正计划交易走塞克斯顿 有报道称 目前除了热火对塞克斯顿非常感兴趣之外 开拓者内部也在认真地商量 引进塞克斯顿的可行性 有报道称 由于和队内另一位新秀 加兰定位重合 骑士非常愿意 送走这位马上进入合同年的年轻后卫 来换回一些满意的筹码 而开拓者目前就是塞克斯顿的潜在下家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这笔交易成了 那么利拉德很可能就真的会留在开拓者 而且开拓者将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但是问题来了 塞克斯顿是一名后卫球员 而开拓者队内已经有了利拉德和CG两名后卫 要想弄来塞克斯顿 球认为开拓者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拆散双枪 既然利拉德是不能动的 那么要走人的就一定是CG 这样来看的话 这笔交易真的可以让开拓者完成这种升级吗 显然是不足够的 要知道 CG虽然关键时刻的发挥很堪状态 个人能力也难以帮助利拉德一起成为球队 但是好歹是全明星级别球员 并且在季欧赛有过不少高光时刻 年轻的塞克斯顿还是没有办法和他详细辩论的 也就是说 如果用CG去换塞克斯顿 球哥认为并不能提升开拓者的这种质量 那么是开拓者管理层脑子坏了吗 这里面另有玄机 首先就像球哥说的那样 利拉德虽然没有直接说过自己会走 但是回顾他此前所有的言论 他也从来没有承诺过会继续长留开拓者 也就是说 他还是有可能离开球队的 因此 球哥认为开拓者想要交易得到塞克斯顿 很有可能是为了以防万一 是在为利拉德的离开做准备 不然实在没有理由支撑他们 再去选择一名后卫交易进球队这样的操作 也就是说 现在正在美国队内的利拉德 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球队 而利拉德的下家会是哪支球队呢 利拉德争夺战会不会改变联盟接下去几年的格局呢 相信 这一定会是NBA今年夏天自由市场最精彩的戏码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